看这个朱全清 它说它无法国的条件是对什么样的白呢? 好像上面都是 嗯 一点一点 嗯 来 这个 这不是白 这应该是这种的 这个 感觉上 好像是唐 这个是不是红蜘蛛 这类的 但是 还看不出来是 一开始 如果我们看到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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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 它那个 管顶 藏管顶 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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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这样 表面囤囤 感觉还没有这个精神 这通常 第一个要件 我们都会先去想说 啊 这是不是这个 这个 糖去咬的 是不是虫去咬的 因为 像老公在刚老 这一串的 因为这乌法国是要在这种 比较干燥的一个地方 干燥的地方 一般来说 它就很容易 很容易有这种 这个红蜘蛛进来的 这种的 这种 这些问题 去给它 这个存在 所以这可能是我们很容易去读到的这个地方 但是呢 如果是老公在读 大概如果是红蜘蛛 我们就很容易去读到 这很简单 你就去读到 因为稍微放大这一看 还是说说 现在呢 手机会比较好一点点 不要太厉害了 别太厉害了 你给它看一看 它很容易 很容易去看得到 它上面就有这个 最主要 这些东西 它会去看得到 这种一个情形 在我们的生意判断 所以很容易就可以判断 所以这些正面反面 其实 都不太容易看到 不太容易看到 这个红蜘蛛 但是呢 这个上面有一点一点 大概这个八点八点 这个东西 可能你还是要 其实在叶子的这个后面 你有看到 叶子的后面 你有看到 那小小的这有点 米黄米黄的 这种的一个情形 那么这同胸 这种呢 我可以跟你说 大概逃不了 逃不了呢 这个叶蜛类 这种叶蟲 有没有这个叶蟲 这种叶蟲 这种叶蟲 它通常这种叶蟲 没有说很多 那糖 增加多 叶蟹蟲 是说芽蟲 这种叶蟲 这种可能是一部分是芽蟲 但是红蜘蛛 红丝蛛的一个危害 应该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地方 所以加过后 它的颜色 这个蜜蜜的表面 你就觉得它的顶点顶点囤囤囤囤囤 这样一点一点 一种的一个情形 那么这个东西 德索就是说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在装这个无法国的时候 因为感觉如他德索的这个叶蟲和无法国 他们都是共同传染 所以他如果有他就有 他如果有他就有 所以一般来说离他较逢的 这稍微离他远一点 会好很多 所以你这应该是这个黄蜘蛛 那么在北海来说 大概就是疫病和碳蜘蛛病 但是这个 旅行天后 如果是 蜘蛛水较多 你这看起来倒是还好 看不出来是这种 应该是粗博判断 应该是黄蜘蛛这类的一个危害 不是说他就不会丢白了 就是说他还是会 譬如说 他也是有可能有这种疫病 碳蜘蛛病 但是那个湿度要尽管 湿度尽管的时候 再来就是说日照很不足的 这个情形机 但是他一般较容易出现到这种病害 所以不太容易 我们说真的 还蛮算抗兵性算很好 但是对这个糖大概就比较容易 所以主要我们现在很多都会是 这个要稍注意就有一些 这个疫病啊 还是说像 这个有的人说是不是有一个类似 因为这很难去判断 武法国还有就是 我们看到虾育蜘蛛蜘蛛 疫病的感受到 像是昆水藏着 这都不是 有的人说 这个有可能是这个 生生生生生 所以生生生应该就是结质什么 生生生生 他说是叫做这个秀病 其实有时候不太一定 所以你一定要先来注意一下有可能 有可能 在台北管理裡面大概會有這樣的經營 所以這個在你的長頂 其實在我剛才說到的一個人剛才說的 你要注意的是一個紅的紅的 到尾也嚴重的時候他肥皂會全部打開 那這種通常是我們說的一個小病 這個比較容易去處理 大概會比較容易 這個小病 因為有很多人 在種這個我沒有要吃健康 所以他不要去用這個 你可以用什麼東西去搓 那麼很簡單 我們有一個很好用的細片 你用四片去搓搓 但是中間就是肥皂後面你一定要去搓 不過這個牙蟲和紅的豬 你同樣要做好這方面的 這方面因為有的頂端 那種白點白點的 那不是因為肥皂後面 有些紅的紅的這種 這是小病 但是得手在肥皂正面這種 這不是白點白點的 通常是這個肥皂 紅的豬這類的一個危害 通常是在這裡可以讓我們好朋友 來做一個了解 這個 華國的炭居病得手都在肥皂 疫病也是在肥皂 在肥皂館長更容易出問題 應該都是存小病一項 但是紅的豬 可能是你經常要去注意的一個地方 這在肥皂在肥皂 可以讓我們好朋友 稍微做一個了解